这一次啊,真是捡一个田笼 花五万块钱,买一个四千多万的币王 还是金币 你看还有广望人证,扁吗 男朋友啊,真是个棒费 坐在街上,然后却普世包 这一次啊,我非得转他几千万个东西 这个董姨啊,又是温武,又是金币 还有这个广望人证 我五千万是不是,我事也不会卖的 广望人证,这确实有一个扁号 你请你这样说啊,你这是从那朋友那买来 男朋友又是从哪里弄的呢 这个我估计啊,应该是他老人给他来 他应该不认识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龙,是不是排卖那个四千多万的那个 那你说了还真对 这个龙啊,确实是奉田来归毛一粮 排了四千多万加佣金 这我不是转大了吗,这还是金币 还是金币,你是不是对黄金有什么误解 想这,这写得很清楚啊 2021年4月27日 中国近代集质币 这属于几年币啊 这不然是,这我都懂 像这种币啊,都非常贵 老婆,收钱啊 咱先说,你这个猜质吧 黄金,黄金,你看 像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已经漏白了 黄金一直是黄腾腾的 你就是把它切开 它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都是黄腾腾的啊 不会有白色啊 这应该是展上白桶仪了吧 展上白桶仪了 你也乖会自我安慰 然后再看正面吧 正面的话,这就是春节的现代的纪念笔 这下面不是由吗 这个是庚埃德 庚埃德啊,在我们圈界啊 也是非常著名的 他是奥地利人 在湾情的时候啊 来到咱们中国工作 并长急生活在咱们中国 也是非常著名的铅币专家和首张家 他也发表过啊 非常多的文章 提供了很多的珍贵资料 让咱中国的铅币啊 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财 所以说啊,像你这枚币啊 就是春春的港发行的几年币 这我知道啊 你说这我抖冬 五千万卖给你要呗 老哥啊,你既然抖冬的情况呀 五千万你是扎香的 你这个五万块钱都不值啊 就感觉你说的这是黄金的 黄金这个东西啊 咱那里虽然说没有熟识啊 像电视剧,影视剧上面啊 那个锦标啊,有啥时候啊 像那个锦标啊 也不是普通人能带起来 但是你没给媳妇买过锦搜是吗 黄金是非常扎熟的呀 你这个不是黄金的呀 我也没见过呢 我也没见过这个黄金 我确定啊,这是黄金的 这白脸应该是长了啥长头银了 但是啊,这个孤冬啊 又不将用他这个菜质 就那个牌四下楼啊 他也不是黄金的呀 嗯,他是这样的老哥 这个姻缘首张啊 确实不将用他的菜质 但是啊,姻缘首张啊 就一个整理 乌衣喜为贵 从乌至简啊 就是整紧白印 黄金啊,永远要比白印贵得多 所以说啊 在咱中国集资币历史上啊 也发行过金币 金币的春食量啊 要比银币烧得多的多 一般情况下啊 金币要比银币贵得多 就像你之前说 那个奉典的龟猫乙粮 为什么能排除四千多万的高价吧 因为它是一个股贫 只有那一个是币旺 所以说啊 他支那么高的价位 在没有排这个币之前啊 大家普遍认为都是要破亿的 给你吧 让你也算的 老哥,你这还没听明白 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你这个并不是股东 也不是文武 也不是金币 你这个就是近现代 二零二一年 发行了一种纪念币 而且啊 像这种纪念币啊 并不是官方发行的 这个扁麻啊 并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是想自己发行 主要也没纪念币啊 网上有很多图案 也不需要费什么劲 所以说啊 他目前是没任何价值的 老哥 那不可能你给他朋友啊 一样都不失货 要找这样说是吧 这样的宝贝是吧 都不让你见了 是这样老哥 这个董事啊 你让我看 我也确实看过了 我发表一下 我的个人一见 每个人的相关不通 所以说啊 间接也有可能不通 你这个再听 搞人看看要不 现在啊 我让你摸摸 这个董事无强 董事的董事 等他进了国玩是吧 你想看他 你再说没妙味 行行行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